新竹城隍庙的美食闻名全台 但是其实在城隍庙旁边 有一个小型的隐藏版夜市 叫做中正台夜市 里头有一家17年历史的烤肉摊 最招牌的是会抱现开花的糯米肠 老板先用糯米肠炸过之后 然后再烤 爆出长一顿糯米 吸附了独门的酱汁 口感吃起来相当的香Q 小石滩云集的新竹城隍庙 是全台知名的美食商圈 但您知道吗 距离城隍庙只要短短10分钟路程 还有一个在地人才知道的 隐藏版夜市叫做中正台夜市 吃的喝的穿的通通都有 人潮川流不息的中正台夜市 入口就位在文昌街上 由于夜市招牌和邻居店家相较 并不齐夜 让人一不小心就会错过 但听在地人说 其实夜市里头 还藏着一家人气烤肉摊 开店已经17年 生意好到 有时候还得出动夜市管理员 来维持秩序呢 来5号 来13号 80块 来谢谢 来22号 麻烦你请你们靠过去一点 那这样安全第一 还会那个 住中央不要挡道 这平常客人就很多 然后尤其假日就更多 然后到排队要排很久 可能要20 30分钟 让人心甘情愿 等上半个小时也要吃到招牌 就是他会抱现开花的糯米肠 在外面糯米肠它吃起来 就是没有那种爆的感觉 一吃就觉得那里面就好香哦 糯米肠会抱现开花 原来是老板采用先炸后烤的方式 让糯米爆出肠衣 口感更香Q 每位关键第一招 糯米得在热油中 不断翻跟斗 才会外出内Q 外面要酥 然后成金黄色 我们利用右手 去感觉它的Q度 不会说松松垮垮的 不然就是硬硬的 没有弹性 炸好的糯米肠 还得趁热 送上炭烤架 再刷上独门中药酱汁 让糯米肠的口感 更香Q 只是看着老板娘 老是拿起这 看来无奇马黑的酱汁 往糯米肠身上刷 究竟里头 传着什么秘密呢 老板娘 我刚刚听看了说 你那酱汁是什么好吃 可以叫我们做做吗 其实我都有看 你们非凡非凡非凡新闻 想要教人家怎么做 可是因为我太忙 不便公开 经过记者 三寸不烂之蛇的请求下 老板只愿意 偷偷透露一点点 原来酱汁是用 八角等中药调配 主要是提出 米粒的香甜味 果然一刷上酱汁 爆出长衣的糯米 马上吸收 满满的独门酱汁 吃来更香Q 外面很多糯米肠是吃起来 没味道 对我来说啦 可是他们家是 里面原本就有汤汁 又加上他们刷的酱汁 就是那个味道 是双重加上去的 其实低调的烤肉摊 还尝着外头吃不到的隐藏白美食 就是这一串串先炸后烤的杏鲍菇 老板总 没看到上次的杏鲍菇 因为那个比较注重品质啊 如果品质品质就好了 就不错了 今天要干什么肉啊 那几个 两个 两个哦 不同坊间的杏鲍菇 只是过油炸熟 这里的杏鲍菇很费功 只能先炸到八分熟 最厉害的是压压 竟然还会喷汁呢 外面如果说裹粉的啦 像卤的 它都把里面的那个 不好的美味都包在里面 没有把它逼出来 那我这个方式就会把它逼出来 炸完的杏鲍菇 还得要经过热情的炭火洗礼 逼出油腻 口感更清爽 是女性顾客的最爱 就比较 真的比较有点油腻 吃了很多就会腻了 然后这个就不会 然后它是用炸锅之后 再去用烤的 所以就不用那么油腻 然后口感比较好 那后要下的鸡肉串 居然会开心 原来是因为保留了满满的肉汁 吃来不彩不色 也是烤肉摊的一绝喔 在外面吃的鸡胸肉 可能会比较色一点 可是他们家的骨灰 就是还蛮嫩很好吃 就还会有那个肉汁的感觉 我跟我老婆结婚前 就爱吃这一摊 然后现在连我女儿 生的女儿跟儿子 也喜欢吃这一摊 位在隐藏版夜市里的烤肉小摊子 即使再低调再隐秘 但靠着一串串 会开花爆现的糯米肠 喷制的杏鲍菇 还有开心的鸡肉串 紧紧勾住老婆的胃 不用打广告 一样成功烘排人气